大家好 这里是2021上海国际车展的现场 我现在是在长安的展台 给大家带来这次长安汽车最重磅的一款新车 就是我身旁的这台长安第二代的CS55 Plus车型 关于这台车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第一的印象 就感觉到这台车整个前脸非常有长安优逆产品的设计风格 它整个前脸采用这种无边框式的点阵式格栓 看起来确实会比原来更年轻化一些 那两侧可以看到它纯黑色的格栓式与黑色熏黑的前大灯相连 显得整体感会更强一点 另外我会比较喜欢的一点设计 就是底部的前包围 可以看到它一来有一个比较运动化的造型和样式 第二点就是它两侧还加入了一个这种暗金色的装饰 来提升这种视觉的冲击感 那关于这个整个前脸 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喜欢的 接下来我们上侧面再看看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代长安CS55 Plus的侧面 其实它整个侧面的造型 我认为看起来还是更年轻化一些的 尤其是它中后部 这个双腰线的设计会凸显这台车的一些力量感和凌厉感 那关于这台车的造型 其实我要说一下 就是它的前中部分设计 其实是非常年轻化的 就是和长安的UNIT感觉很相似 但它中后部分其实是相对比较饱满的感觉 会和长安的UNIT产品有一个细节的区分 另外关于车身尺寸的细节 它的轴距相比第一代车型增长了6毫米 但具体会不会体现在空间上的表现 我们一会儿进车内再感受 那另外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关于它底部 配备了一个19英寸的轮圈 其实整个样式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后视镜的壳 会有一个黑色的涂装 看起来也更运动感 那还有一点我很喜欢 就是它的底部的侧裙 加入了一个暗金色的条纹 看起来会确实个性化凸显一些 那整个的尾部设计 其实这台车的尾部 我觉得有两大点 会值得看一看 那就是第一点 就是它的后尾灯 采用了一个透明和熏黑的 整个一个联合的样式 确实看起来很年轻化 但顶部我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巨大的后扰流板 其实这一点 我们也在长安的uni产品上 经常会见到 其实确实在年轻化上做的还不错 但尾部的整体的设计 我个人认为是整个还是比较一种饱满的感觉 相对看起来可能会更沉稳一点 和前脸会有一个风格的区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上车内 看看这台车的表现 那现在我们终于进入到了 第二代长安CS55 Plus的车内 我觉得它整个的内饰设计风格 真的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相比上一代车型 确实年轻了许多 当然它许多细节的设计样式 我们可能在长安的uni产品上会见到 但论到细节的设计其实并不太一样 首先关于它中控台上部的面板 其实是采用一个浅色的软质材质 大面积的覆盖 会居家感强一些 那我的前方可以看到有一个全液晶的仪表盘 它整个的样式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化的 包括很多数据的显示都非常清楚 另外就是这个三幅式的平底式方向盘了 上下都采用平底式的设计 那这个样式我们也在长安的uni产品上会见到过 那我整个使用起来的握感 我认为相对还是比较亲手的 那包括它中央的这些按键的使用手感 都是比较出色的 那当然了你可以看到我前方这里有一个面部识别功能 那这个功能我必须要跟大家单独的聊一下 那第二代的CS55 Plus它增加了一个IMS智能交互系统 那这个系统它会对你驾驶员进行一个识别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前方这一个识别 包括顶部还有一个摄像头的这个识别 那它能识别到驾驶员之后会将整车的这种状态 调节至这个驾驶员的一个驾驶的习性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很多的现在新产品都在使用的 那细节呢它能包括我如果对这个镜头比心 它就可以导航回家 如果我对它比夜 那它就会立刻给我来个自拍 我觉得这些功能可能是调节车内气氛的这么一个感受的吧 另外呢关于这个功能还有一个细节 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当它识别到驾驶员之后 如果此时你踩下刹车 这台车就会立刻启动 那关于这个功能啊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新奇的功能 但可能对于很多新的驾驶员来说 估计可能不太习惯 会容易有这种误操作的可能 那中央的多媒体系统呢 刚才我大概简单操作了一下 它整个的操作手感以及顺滑度 包括它的显示清晰度我认为都是非常一流的 那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可以放心 尤其它是这个全服势的设计也很年轻化 那底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空调操作面板 是采用这种实体按键的设计 那包括它的表面会有一个这种拉丝金属的这么一个质感 那因为呢刚才我试了一下 如果在没通电的时候 这些每个功能的按键可能确实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通电之后点亮还是使用的OK的 那底部呢我觉得有一小细节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关于它底部的驾驶模式的这个调节 以及两侧包括360度啊这个影像打开的这个功能 会散意它有一个这种小翅板的设计 我觉得还真是挺调皮的那种感觉 那下面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关注 第二代CS55 Plus的空间表现了 那目前呢我将它的座椅已经调节至最低的位置啊 我可以看到调到我一个比较适合的驾驶旗的那么一个坐姿 那个前排的头部大约有一拳两指的那么一个空间 还是非常的富裕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当后排看看 那现在来到后排呢我可以看到啊 我大概头部应该是有一拳的空间左右 腿部两拳的一个空间 我认为对于这个级别的产品来说真的还是很大了 那另外呢我要提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座椅的乘坐感受 那包括刚才前排啊 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一体式座椅 其实整个的柔软度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的 那后排的座椅稍微有一个欠缺 就是后排座椅的这个高度 我认为如果再高一点 包括它的座垫可以再长一点 可能对于腿部的乘坐性会更好 那关于细节的很多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后排配备了两个USB的充电接口 包括后排的出风口 那另外呢 就是包括它顶部有一个比较大的全景天窗 其实它的透光度的感觉会很好 那关于它的后备箱呢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聊一下 其实它整个的内部的布局是非常平坦的 使用起来很方便 后排座椅支持四六放倒 对于困然性功能肯定是没有欠缺的 那刚才我也打开了后备箱的盖板 其实底部有很多小的这种储格 放一些零碎物品也是完全没问题 那关于它的功能 配备了电动尾门的功能 那最后呢 说一下它的动力系统 其实这台车配备了1.5T的蓝晶发动机 它的最大输出功率188马力 匹配的变速箱是气速双离合式变速箱 那以上就是关于这台第二代CS55Plus的全部信息